大家好,我是豆妈 腌蒜苔方法有很多种 这一种腌制方法简单又好吃 先把蒜苔的尾巴去掉 蒜苔尾巴炒肉可香了 放入水池中,清洗干净 摊开控水 一定要风干表面水分 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胡萝卜一斤放入盆中 加水清洗干净 放晾晒网上晾干表面水分 把晾干水分的蒜苔切成3厘米左右的长段 放入干净盆中 切掉头尾后去皮 对半切开后切成1厘米的厚片 然后再改刀切成3厘米的段 放入盆中 放70克盐 抓拌均匀 腌制4个小时以上 蒜苔入味比较慢 期间多抓揉几次 让盐快速渗入 去掉蒜苔的辛辣味 腌制蒜苔变软颜色翠绿 轻松折弯就可以了 挤干腌出的水 剩下的盐水倒掉 把蒜苔再次倒入大盆里 放入80克白糖 150毫升生抽 200毫升白醋 3大勺剁 3大勺剁椒 大约150克 抓拌混合均匀 取一个干净无水无油的容器 放入蒜苔 放入蒜苔 按牙紧实 剩下的料汁也倒进来 盖上密封后 放置一叶就可以吃了 每次用干净的筷子取出 配粥 配馒头 配米饭都非常棒 推荐大家试试这个做法 最后提醒大家 腌制蒜苔所用到的工具 要保证无油无水 以免蒜苔沾染杂菌 砸毛坏掉 每一期视频都详细讲解 用心在做 喜欢豆妈可以加关注 点赞收藏 谢谢